他的脸色有点不好看 贴清着脸握紧了手机 因为烦躁 他走到了阳台边 沉默了好久 徐特助找到那个狗仔了 哼 知道没有 人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 当时放完了照片 对方立刻就去了机场 买了最近的机票 飞往国外去了 四圣耀还是不愿意相信 这件事情和安然有关系 也就是说 没有证据 徐特助有一些无奈了 该说的都说了 四圣耀要坚持不相信 他也没办法 四董 我们立总做事 什么时候需要证据了 就算是没有证据 这种巧合出现了 安小姐就要做好 承受怒火的准备 安小姐 让四董您打电话过来之前 没有跟您说过 网上照片的事情吗 最后一句 那简直是诛心了 四圣耀私心里希望 安然和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 可是徐特助的每一句话 都戳在了他的胸口上 特别是最后这一句 安然的确是 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只告诉了他 丽北决突然动了安家 求他帮忙 他长时间的没有回话 徐特助知道 他开始怀疑安然了 非常有眼力劲的 四董好好想想吧 或者四董可以调查一下 那位安小姐 四少那么不喜欢 那位安小姐 肯定是有原因的 四董不用为了安小姐 找我们家总裁了 那一位安小姐 自己做了什么 他自己心里有数 四董应该也知道 我们家丽总 有多宠爱我们家夫人 安小姐做了伤害 我们家夫人的事 总裁是肯定 不会放过他的 谁找总裁说情 那都没有用 谁找总裁说情 那都没有用 谁让安然自己作死呢 招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总裁 还特么地想要 设计总裁夫人 这不是作死吗 现在怂了怕了 想要找一个中间人 来调停了 门缝都没有一条 他成府心机是不差 但是丽总是什么人呢 压根就不会跟他玩那一套 收拾你 那就是收拾你了 你根本就不会 给你讲道理 没证据又怎么样呢 狗仔跑了又怎么样呢 弄个安家而已 难不成还要翻翻皇历 看看日子 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 再动手 小话 四董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挂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需要去处理呢 徐特助把该说的都说了 该提醒他的也都提醒了 面子也给了 他也客客气气的 四生要现在心情 是起伏不定 敷衍地说 嗯 你先去忙吧 好的 四董 四董再见 他在挂断之前 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停了下来 哦 对了 四董 安小姐既然找了您 她应该是在您那边吧 麻烦您帮我们 立总转告一下 安小姐 事情还没有完呢 接下来的三天 请安小姐好好地品尝一下 安家倒台的滋味 下一次 就不要再做 自以为是聪明的事了 四胜要的脸色 周然就变得难看起来 可对方先例后兵 最后这一点 才不给他面子 他也不好发作 只能是憋着一口气 没好气地说 我知道了 麻烦四董了 徐特助达成了目的 笑意盈盈地挂断了电话 四胜要听到 对方始终带笑 温文尔雅 却是强势 不客气的声音 脸上火辣辣地痛 气得眼睛都要鼓出来了 也没办法 硬生生地 等着对方挂断了电话 四胜要在卧室里面 坐卧不安了半个小时 又尝试着 给私辰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和之前 跟丽北爵打电话一样 电话响了几声之后 就被挂断了 他气得狠狠地 把手机砸在了沙发上 站起来 在房间里来回地躲步 稍稍平复一下心情之后 再出门 脸色难看地 到了三楼去找安然 安然本来是满怀希望地 打开门 以为能够听到好消息 万万没有想到 丝圣要只是来转达一下 之前徐特朱在电话里的话 说完 他还充满怀疑地盯着他 安然 那个记者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知不知道网上的新闻 安然全身僵硬 胸口就跟有火在烧死的 身体却是冷到了骨子里 在冰火两冲中 他几乎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 艰难地否认 我不知道 四伯伯 我压根不知道外面有记者 我也不知道那个记者是从哪来的 我更不明白 为什么丽总会觉得 这件事情跟我有关 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我又不是想要破坏 丽总和他妻子的感情 我真的不明白 丝圣要深呼吸了一口气 眼睛里还是带着怀疑 不过 脸色却是缓和了一点 事情已经发生了 丽少也误会了 暂时也只能是这样了 我明天再帮你 看看能不能让丝尘 跟丽少说一声 丝伯伯 丽总真的要动安家公司吗 你能不能 他又焦急又难受 心脏仿佛是被刀割了似的 能不能 帮帮我家 丝圣耀非常不满意地皱了一下眉头 似乎不高兴 他说出这么不懂事的话 片刻 他还是强忍着不耐 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顾左右而言他的承诺 安然 你现在肚子里怀着我的孙子 你放心 我不会让尘尔辜负你 至于其他的 我也有我为难的地方 希望你能够理解伯伯 他的意思是等于说 私事国际 不会缠合进去 安然心里 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在尖叫 推让开他 却是不得不握紧拳头 紧咬着下唇 勉强自己挤出了一个笑容来 我理解四伯伯 六个字 他是逼着自己说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是无比的艰难 现在他特别地后悔 后悔当时没有答应 私辰一亿元的交易 后悔自己太贪心 还让黄兴去叫了私圣药来 甚至为了占据 私家少夫人的地位 设计了那个男人 如果一开始他没有那么贪心 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的三天 黯然都是处于在身心煎熬的地步 关于安耗集团瀕临破产的新闻 不断地出现在金融新闻里 这三天来 他的手机电话就没有断过 家里的人都在打电话 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让他想想办法 可是私圣药不帮忙 私臣不帮忙 爷爷的朋友 他也全部都联系过了 谁都不愿意蹚这趟浑水 他身边只有黄欣愿意去帮他 可是黄欣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脉 黄家自己家都还乱成了一团 黄欣就算是为了他跑上跑下 一次一次传来的消息 那都是坏消息 安耗集团 就在他备受煎熬的72个小时里 彻底地走向了破产